嗨大家好 今天用了Victoria Beckham 和雅詩蘭黛合作的這個提亮眼頭的小BB 看到了嗎?亮亮的 然後口紅用的是這支 Sorry 這支蘭蔻 之前好像介紹過 368 有點就是偏 然後還配了一支唇線筆 這邊是唇線筆,這邊是唇刷 像這種類型的 這種顏色呢 就建議白皮的女孩用好一點 黃皮的 就不要她輕易嘗試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種顏色 它有一點就是偏 艷 艷麗的那種 艷粉 有一點偏艷 所以呢 就是顏色越艷麗 而且它這種 這種粉 它就會顯得 黃皮的人真的是相對黑一些 所以呢 黃皮勝選 白皮的女孩可以 試一下這款蘭蔻 我會把照片放在後面 OK 今天就暫告一段路 就這樣 掰掰 好 哈嘍大家好 我是City 先給大家錄一個愛馬仕手鐲的分享 幾款比較實用的 先講這個 好 小盒子 打開 然後 拿著一個小袋子 打開 嘿 這款 黑金比較經典的 這種 看 它真的是配牛仔啊 或者小文理服啊 黑色蕾絲 小文理服都可以戴 它完全就是不挑人 不挑衣服 就 它愛馬仕的手鐲挺 愛馬仕的手鐲 真的你會覺得它挺神奇的 就是它又好看 它又休閒 挺酷的 這款 我喜歡 大概是 2010年 或者11年 我老公送我的 當時可能 就是 確實是早買早划算 當時是200 應該就是200 200多英鎊 不到300 好 第二支 這個就是最經典的 一個H的扣在前面 你把它扭開 扭開 打開 然後戴在手上 這支應該是 2014年買的 2014年 當時是500 它是一個限量色 限量扣 它不是金 好 繼續講 好 這個當時好像是500英鎊買的 現在有漲價 但是漲價的不多 所以還是早買早划算 12年 11年 我當時買的那個 我說11年買的這個黑色的 比較划算 真是早買早划算 其實愛馬仕也不是說裝逼或者什麼 只是你喜歡 你路過 你覺得你實力到了 你想買一個 你覺得挺好看的 自己生日禮物都可以 OK 第三個 這款算比較新的 應該是我去年買的了吧 我覺得它還蠻可愛的 然後選了一個經典的橘色 就是也是繞在手上 這個 我有點忘記它多少錢了 然後它就是 這樣繞在手上 然後把這個扣塞到這個裡面 從這個在下面 我這樣給大家演示吧 就是這樣 扣上 然後把這個小塊塊一別 就好了 挺可愛的啊 而且愛馬仕的金屬 真的是質量比較好 它的金色很多年以後 十年以後都不怎麼褪色 但是我見過褪色的香奈兒 香奈兒黑金經典款 愛馬仕真的是 它的金色金屬做得很到位 我真的見過十年 用過十年的Sanel黑金經典款 那個金變色 好 這是最後一款了 這個呢 它外面包的是一圈金色金屬 然後這裡前面有一個很小的小H 然後這裡是皮 這個就很好帶很百搭 所以我說愛馬仕的東西呢 真的 它是屬於又休閒又正式 真的是你基本什麼場合都hold得住 他們家手桌挺神奇的 你看我剛介紹這四款 真的每一款各個場合都hold得住 休閒正式 所以呢 好好努力 好好生活 好好工作 在家的呢 就好好照顧家 好好照顧孩子 然後出去工作的呢 就好好工作 然後自己給自己買 在家就老公給買 我是說你在家這麼辛苦 照顧孩子 照顧家 老公給你買一個像樣的生日禮物啊 紀念日禮物也是應該的呀 你們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我覺得沒什麼 這個家是共同承擔的 你在家工作 我是說你在家工作也是工作 對不對 這麼辛苦 你出去工作還有收入 在家工作 老公的收入就是家庭收入 我覺得 OK 你懂的 好 今天穿這個露 我有點熱 但是我覺得這件露 蠻好看的 配手桌啊 什麼的 好吧 今天就這樣啊 看我的頭髮 拜拜